喜欢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的人们都应该听过邦教蒙派吧 但是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 这些蒙派和帮派看似是一个意思 但是其中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呢我们一缺塞料 我为大家见面 相信很多读者都是看过小说的 可以这么说 小说一直陪伴我们找到 在我们内心深处呢 最为记忆犹新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邦教蒙派了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谈论一下邦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在我古代有很多的职业 有些职业竞争力小适合呆干 但是有的职业竞争力大需要一大群人一起干 就如我们小说当中常见的呢 爷邦 在古代贩卖事业是朝廷所不允许的 而爷邦则是贩卖事业的人 为了相同的利益关系汇聚在一起组成的 聚的诸如盖巴是为了避免被人欺负所形成的方法 这些帮派成员要求并不严 所以往往这些帮派都带有黑社会性质 其次是教 这里的教容易理解 往往我们所说的教是由精神领袖的 他们的势力比较大 甚至可以一举之力害动朝廷的根基 教是有宗旨的 有共同理想的人走在一起做组成的 他们的包容性很强 可以这么说什么人都可以加入 而且不设门槛 什么贵族富州啊 还有江洋大道啊 只要有共同的追求和信仰 统统可以加入 如李天屠颅记当中的名教的 很有意思 他与盖巴的区别在于 巴会是注重物质方面的 而教是追求精神方面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点 教的理念往往看起来比较高尚 但是却容易捕获人心 比如说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的邪教 筛动痴迷的成员大坏事 所以历代的邪教经常被朝廷派逼 欺负不如清末时期的白脸教 我们再说一下门 武侠现象当中的盟及派一律的最多 往往这些盟或者派都是以一己之常所立 这里所涉及的诸如一些武术功法先法一律 诸如我们在小说当中常见到的唐盟 唐盟怪异始于独我和爱气而出名 这其中的盟人大多都是有血缘关系 或者说同性的 他们盟派创立的祖师爷 往往就是盟中的 些祖 并以血缘关系为牛的传承下来 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收外族人做徒弟的 他们行事比较低调 一旦出现就会有加尔列萨的大麻派 最后我们要谈到是派 一般说派在某种意义上讲和盟有些相似 只不过不同的是 盟是由血缘关系为牛的而传承下来的 而派是以资质高低来传承的 因为这种传承和特质 所以他们是很注重师徒关系的 派一般都有自己根据地的 他们固定集中驻扎在一个地方 以代表一方的势力 如如我们所熟知的 武当派 少留派 空洞派 跨山派 他们类似于现在的大学 任何有资质的学生都可以进入 而盟则不同 类似于盟法贵族自家的私属 这便是邦教盟派的区别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我学生了 在整个层面的部位 9个 stairs 2个塁 都需要 我买回来 因此